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 席纳·伊加尔的《选择的艺术》 《选择的艺术》列举了大量有趣的心理学实验结果 目的是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是如何做决定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常见的陷阱 这些陷阱会阻止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也会得到一些实用的建议 帮助我们在将来做出更好的决定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背后隐藏的原因 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清醒、理性的人 我们的决定是符合逻辑的 而且绝对不会轻易被我们的非理性情绪所左右 我们看看自己,再看看那些聪明、谨慎的人 他们的行为与我们认为的完全一致 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事实上,我们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 我们的决策不是基于冰冷的事实分析 而是基于无数变化无常的非理性情绪和潜意识机制 我们所有的决定 从买车到求职 都是一系列影响的产物 而我们常常无法完全决定这些影响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 带我们了解所有这些影响 它们如何影响我们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决策者 接下来我们跟随本书概要性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为什么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房间里那只毛茸茸的大猩猩 拒绝一块美味的棉花糖 如何能预示生活中更大的成功 一见钟情与害怕坠入爱河 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首先 通过本书 我们会了解我们的选择 是由两个相反的系统决定的 自动系统和反应系统 我们究竟如何做决定 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权衡了各种选择 然后得出理性、深思熟虑的结论 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为了研究如何做出选择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让孩子们坐在一张桌子旁 面前放着美味的棉花糖 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 你们可以现在吃一块棉花糖 但如果你们等到我回来再吃 就可以吃两块 对于那些决定立即吃棉花糖的孩子 他们的自动系统占主导地位 在该系统下 他们潜意识中在持续地分析感官数据 以产生自动反应 当这些孩子闻到棉花糖的味道 也就是受到感官刺激时 他们会自动做出反应 抓起棉花糖贪婪地吃掉 由自动系统支配的选择 发生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人们还没有有意识地考虑一下 就开始行动了 虽然自动系统不会让你抵制棉花糖的诱惑 但我们应该感谢它 因为它让我们在面临危险时 能够快速做出决定 比如 从行驶的汽车上跳下来 但是实验中的另一些孩子 选择不立即吃棉花糖 对他们来说 有理性和逻辑驱动的反应系统 占据了主导地位 反应系统 是我们考虑选择的未来后果 使其成为我们决策的影响因素 在棉花糖实验中 30%的孩子 选择在整整15分钟内 抵制棉花糖的诱惑 之后他们会得到第二块棉花糖作为奖励 有趣的是 当研究人员对这些孩子成年后 进行跟踪研究时 他们发现 那些选择等着吃两块棉花糖的孩子 在孩童时期 建立了更牢固的友谊 身体更加健康 在学业和经济上都更成功 虽然反应系统与成功有关 但想要在正确的时间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两种系统都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我们跟随本书进一步了解 我们做决定时 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首先 我们经常使用经验法则 来帮助我们做决定 但是这些经验法则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 在酒吧度过孤独的夜晚时 你可能考虑过偶尔邀请你的前任出去 但是你如何决定 这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呢 接下来 我们不是列出所有可能的利与弊 而是依靠启发式思维 或经验法则来做决定 这些简短的法则很重要 因为它们有助于节省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并通过排除某些选项 来简化决策过程 启发式思维通常类似于 如果 然后的陈述 比如 如果你喝了几杯酒 那就不要给你的前任打电话 有些启发式思维 比如关于前任的这个例子 是有意识的决定 但是我们的自动系统 也使用启发式规则 来快速做出决定 比如 如果你在树林里看到一只熊 那就逃跑 尽管启发式思维是有用的 它们可能是有偏见的 例如 当你试图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时 你可能会受到可得性偏差的影响 可得性偏差 指的是你倾向于相信你记忆中 最容易得到的信息 就是真相 例如 假设你要为同事买一条领带 作为圣诞礼物 但是你应该送他什么样的领带呢 为了简化这个过程 你可以使用 如果他穿过这个颜色 那么领带就买这个颜色的这一启发 但是你记得最清楚的颜色 可能不是他实际上穿的最多的颜色 我们能更清楚地记住 刺激我们感官的事物 比如鲜艳的颜色 所以即使他几乎每天都打灰色领带 你可能只记得他打红色领带的那一次 所以当你看到他失望地解开 他的新的红色领带时 你就会知道你是可得性偏差的受害者 除了经验法则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我们还希望做出独特的选择 只要他们不是太独特 为什么在餐馆里 当你发现同桌的人点了同样的菜式 你有时会想要换菜 可悲的事实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择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我们才能感到特别 对许多人来说 独一无二是极其重要的 即使我们的独一无二是完全随意的 以下面这个实验为例 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预估屏幕上的原点数量 在参与者做出预估之后 他们被告知 75%到80%的绝大多数人 高估了原点的数量 但是没有一个参与者被告知 他们的预估结果如何 相反 他们中的一半被告知 高估了原点的数量 另一半被告知 低估了原点的数量 那些被告知高估了数字 即是大多数人中的一部分的参与者 表示对自己感到不满意 然而其他人却没有感到不满意 尽管他们也被告知 他们的预估是错误的 从本质上说 参与者不会因为自己错了而烦恼 相反 他们感到烦恼 是因为他们没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犯错 尽管我们渴望与众不同 但我们也不希望 我们的选择是绝对独特的 我们可以在上述实验的修改版本中 看到这一点 该实验由相同的研究人员进行 和之前的实验一样 一些参与者被告知 他们属于高估的多数派 而另一些参与者属于低估的少数派 其余的人 则被告知他们的分数很奇怪 研究人员无法对他们进行分类 和之前一样 高估者表示自尊心下降 而低估者则相反 但是那些被认为太独特的人 他们的自尊心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虽然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选择是独一无二的 但我们想要与众不同的愿望 仍然是有限制的 另外 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选择 也有很大的影响 当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执行者 事实上 我们的选择也深受文化的影响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东西方文化背景下 人们的不同偏好 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 更喜欢自己做出选择 而集体主义文化的人 则希望别人为他们做出选择 我们甚至在很小的时候 就能看到这些选择偏好 比如下面这个实验 在实验中 亚裔美国儿童和英裔美国儿童 有两种选择 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个玩具 或者由他们的母亲 给他们一个玩具 来自更个人主义文化的 英裔美国儿童 玩自己选择的玩具的时间更长 而文化背景更加 植根于集体主义的亚裔美国儿童 则更喜欢玩母亲 为他们选择的玩具 了解自己的选择偏好很重要 事实上 你的成功 取决于你特殊的选择需求 是否得到满足 例如 在另一项实验中 亚裔和英裔美国儿童 接受了数学测试 然后玩了一款名为 宇宙传奇的电脑游戏 这款游戏 旨在提高他们的数学能力 在游戏中 他们可以选择宇宙飞船的颜色和名字 但是对两组儿童的要求少有差别 一组可以自由选择自定义设置 而另一组 则只能从大多数同学选择的设置中 做出选择 在玩过宇宙传奇游戏后 他们又进行了一次数学测试 看看他们的技能提高了多少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实验中看似无关的选择差异 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英裔美国儿童自己选择设置时 他们的数学水平提高了18% 而当从别人选择的设置中 做出选择时 他们的数学水平没有提高 相反 亚裔美国儿童从别人选择的设置中 做出选择后 数学水平提高了18% 而在自己做出选择后 仅提高了11% 除了上述三种影响因素 我们的潜意识 也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我们错过了周围发生的大多数事情 但仍然在潜意识里 受到它们的影响 你是否曾经太专注于 你正在做的事情 以至于完全忘记了 你周围的世界 这种选择性注意效应 在你做一项 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时 特别明显 接下来我们以一个名为 看不见的大猩猩的实验 为大家详细讲解 选择性注意效应 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展示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 两只穿着黑色或白色衬衫的球队 正在传球 参与者被要求计算 白队传球的次数 之后研究人员问了 他们一个不相关的问题 你注意到有一只毛茸茸的大猩猩 走进房间了吗 他们中有一半的人 没有看到那个打扮成大猩猩的人 缓慢地走过房间 哪只大猩猩甚至停下来 拍了拍自己的胸部 因为参与者太专注于 计算白队传球的次数 他们完全忽略了 房间里的大猩猩 但是即使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周围的所有信息 这种效应 仍然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这意味着 它对我们有着重要 但是是潜意识的影响 以约翰巴奇的研究为例 他给30名大学生 随机列出五个词汇 并让他们用这些词汇 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对于其中一组 他使用了通常 与老年人有关的词汇 如睿智 退休 年老和白发 而另一组的词汇 和老年人无关 然后他测量了学生们 在实验结束后 走向电梯的速度 他发现 使用年长字眼的那组人 比另一组走得慢 到达电梯的平均时间 比另一组长15% 的确 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 也会对我们的选择和行为 产生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 对影响我们选择的因素 有了更好的理解 下面让我们跟随本书 继续了解这些选择 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首先 拥有选择 甚至是选择的错觉 会让我们更健康 想象一下这样一种生活 你完全没有选择 每一项活动 每一顿饭 每一件事 都已经为你选择好 听起来很悲惨 对吧 确实很悲惨 拥有选择 可以对我们的总体幸福 产生巨大影响 例如 在著名的英国白厅研究中 迈克尔·马尔默特 从1967年开始 对一万多名英国公务员 进行了十年的跟踪调查 以进一步了解 工作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当他将他们的健康状况 与他们的收入等级 进行对比时 他发现 尽管工作压力大得多 但收入高的员工更健康 相比之下 收入最低的员工 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 是他们上级的三倍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对高收入员工 产生如此积极影响的 不是工资 而是在安排任务时的 选择自由 的确 选择是如此重要 仅仅感知到我们拥有选择 就能给健康带来益处 我们可以在下面这项实验中 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该实验旨在调查选择 如何有益于养老院老人的生活 研究人员到了养老院之后 将老人们分成两组 并为他们制定了两套生活规则 第一组老人被分配到了一个时间表 预先确定了看电影的时间 并被告知他们可以参观其他房间 第二组被告知 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 什么时候看电影 如何安排时间等等 在功能上 他们的时间表是一样的 所有的老年人 基本上都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但是 研究人员使用的语言 使得第一组老年人的幸福 似乎是工作人员的责任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这很重要 在第一次实验三周后的一次随访中 有选择能力的老人 表示感觉更快乐 而没有选择能力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 另外 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经常依赖我们的直觉 但他们实际上不利于做决定 当我们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时 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跟着感觉走 希望我们的直觉会引导我们做出明智之举 然而 我们的直觉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靠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因为我们的直觉受到环境的影响 以著名的吊桥效应爱情这项研究为例 一名女性研究人员 分别在看似危险的吊桥上 和稳定的桥上拦住男性观光客 向他们提出一系列问题 然后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写一篇 关于一幅女性图片的短篇故事 他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参与者 以防他们想进一步探讨研究的目的 吊桥组中有50%的参与者打电话来谈论研究 而另一组中只有12.5%的参与者这么做 有趣的是 吊桥组的故事也含有更多的性暗示 但是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参与者混淆了他们对身处危险吊桥上的焦虑感 和对研究人员的浪漫感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我们的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 从而影响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情绪不仅变化无常 我们有时还会高估他们的强烈程度 让我们看一下这项研究 它是在2000年乔治沃克布什 和埃伯特格尔票数极为接近的总统大选之后进行的 研究人员询问了参与者们在刚听了格尔的败选演讲 和演讲过后四个月的感受 在格尔败选的四个月后 格尔和布什的支持者所回忆的当时的情绪 比实际报道的情绪要强烈得多 格尔的支持者回忆的是更深的悲伤 而布什的支持者则回忆的是更大的喜悦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我们经常根据自己的信念假想自己的情绪 我是格尔的支持者 所以我一定很难过 从而高估了我们过去的情感 同时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经常改变主意 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你曾经因为变卦被朋友骂过吗? 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改变我们在问题上的立场 以支持我们做出的那些与立场相冲突的选择 比如 你担心自己的健康 所以只买有机食品 不吃止痛药 但是 你也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 喜欢和朋友在酒吧喝上一杯或几杯 一天晚上 你的一个朋友指责你虚伪 说酒精对你的健康有害 接下来你会经历认知失调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信念是矛盾的 我们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为了克服这种认知失调 你可以试着淡化酒精的负面影响 这样你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在摄入有害物质方面的严格立场 这并不会让你变得善变 这只是证明了你的人性 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对自己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看法 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过去的选择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立场来支持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 而且 我们经常无意识地改变我们的想法 例如 当研究人员要求数百名大四学生 在他们第一次找工作时 对不同工作属性的重要性进行排名时 学生们更喜欢自由抉择和创新机会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 学生们在找工作时变得更加现实 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实际的属性 比如工作保障 在最后一轮调查中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把收入作为他们的首选 当研究人员随后询问学生 为何改变优先顺序时 学生们认为 他们一直是这样排序的 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选择对我们的影响 接下来本书将告诉我们 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首先 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所以有限的选择 有助于我们做决定 比如 你站在超市的骨类食品货架前 完全不知所措 你如何从45种骨类食品中选择一种 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他们会因为太多的选择而不知所措 事实证明 我们的大脑并不能处理那么多的选择 我们大多数人最多只能应付7个选项 在一些研究中 研究人员向参与者短时间内 展示了不同大小的形状 然后要求参与者根据他们的大小来排序 他们能够做出大致准确的排序 直到出现7种或超过7种的大小 这时他们就开始犯错误了 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太有限了 无法处理超过7个选项 这一点在销售中特别有用 销售人员可以通过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在一项和果酱有关的著名研究中 作者和他的同事在超市的品尝摊位上 分两轮提供了各种果酱 在第一轮中 他们提供了24种果酱 而在第二轮中 他们只提供了6种 在这项实验中 60%的购物者被24种果酱吸引 但只有3%的人买了一罐果酱 大多数人只是困惑地站在摊位前 一会儿就走开了 相比之下 只有40%的购物者 来到了只有6种果酱的摊位 但却有30%的人买了一罐 在这项实验中 很明显 至少在激励购物者多花几美元方面 少实际上就是多 所以明智地限制你的选择 可以让你成为更好的决策者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了解到的 我们很容易被大量的选择所困扰 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来防止这种困扰 首先 明确自己的偏好 会给你的选择设置合理的限制 从而让你更容易做出决定 比如 如果你想买一辆车 却被众多不同的选择压得喘不过气来 你可以通过列出你的偏好清单 来重新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辆车 那么你会有无数选择 但是通过优化你的搜索 你可以极大的限制你的选择 比如你不想买二手车 或者你想买不超过三万美元的旅行车 配有一个可折点后座和一个天窗 通过明确你的偏好 你有效地限制了你的选择 从而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 但是即使我们限制了我们的选择 我们仍然难以在相似的东西中做出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分类来帮助我们做决策 以下面这项研究为例 在这项研究中 音频音调只有频率不同 那么参与者只能分辨出七个不同的音调 但如果加入强度、空间位置和持续时间等其他特点 它们最多可以分辨出150个不同的音调 这些特点就相当于分类 通过参照这些特点对音调进行分类 参与者因此能够记住更多关于音调的信息 使它们更容易区分 同样 如果你能够根据颜色、尺寸、价格、类型等 对各种汽车进行分类 那么你就能更容易识别出不同汽车之间的区别 但是如果别人为我们做出选择 会有什么影响呢? 当别人为我们做出选择时 我们通常会感觉更好 但只有在我们被告之后才会感觉更好 你还记得上次你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时的焦虑吗? 你希望别人为你选择吗? 如果别人为你做了选择 你会更高兴 的确 当我们把决定权交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会更快乐 当我们面临困难的选择时 我们很可能做出选择之后会后悔 以下面一系列令人心碎的采访为例 采访对象是失去孩子的美国和法国父母 他们的孩子都已病入膏肓 哪怕在药物治疗的帮助下 他们也只能永远成为植物人 最终这对美国父母不得不决定放弃治疗 然而在法国 这样的决定是由医生做出的 除非父母明确反对 几个月后 两组孩子的父母都一直沉浸在悲痛中 但法国父母更相信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相比之下 自行决定终止治疗的美国父母 则感到更多的遗憾 怀疑和怨恨 但是 即使别人替我们做决定 我们也只有在被告之后 才会感觉好一些 比如 在一项叫做朱莉的困境的研究中 参与者读到身患绝症的孩子朱莉 他们需要把他想象成自己的孩子 这个实验设计了三种可能的场景 第一种场景 父母没有被告知朱莉的生存几率 医生选择停止治疗 朱莉死了 第二种场景 父母被告知朱莉的生存几率是60% 但会患有严重的神经障碍 医生选择停止治疗 朱莉死了 第三种场景 父母被告知朱莉的生存几率 他们必须自己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 研究人员发现 第二组知情的没有做出选择的父母 比第三组知情的做出选择的父母 表现出更少的负面情绪 令人惊讶的是 第一组不知情的没有做出选择的父母 和做出选择的父母 表现出同样多的负面情绪 好 现在我们已经对这本书 选择的艺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来试着做一个总结 这本书的关键信息是 做决定比简单的权衡选择的利弊 要困难得多 事实上 我们的决定 受到远远超出理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幸运的是 了解了一些关于选择的艺术 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作者给出的可行建议是 坚持记录你的选择 每当你做了艰难的决定 一定要记录下你的选择 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 通过记录 你可以更准确地在事后评估你的选择 在未来调整你的决策过程 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 建议进一步阅读 巴里·施瓦茨的《选择的悖论》 选择的悖论讲的是 现在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人们普遍认为 这能带来更好的选择 和更大的满足感 然而作者巴里·施瓦茨认为 太多的选择 对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是有害的 通过基于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论证 他论证了多极是少 好了 席纳伊加尔的选择的艺术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